Hello 大家好 I'm Wang 那今天要來推薦一款新的乳腥蛋白 那這款乳腥蛋白我也覺得還蠻特別的 它主要有兩種口味 就是這兩種口味 那一個是這個法國可可口味 那另外一個這個是台灣蜂蜜口味 那兩種口味我覺得喝起來都還蠻好喝的 法國可可的口味的話 基本上它有可可的香氣 然後又不會說有那種可可非常死甜的味道這樣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喝起來就是非常的順口 那還有這一款台灣蜂蜜的口味 它基本上喝起來就是有那種龍眼蜜花香 對應該是那個花香 但是也沒有說到蜂蜜的這麼的死甜 所以我覺得喝起來就是你可以感覺到那個蜂蜜的味道一直在嘴巴裡面 然後它喝起來也非常的滑順 那為什麼會推薦這兩款的乳青 就是因為本身最少含有七種的營養素 那有哪七種呢 我背不出來我就把它列在旁邊 我就直接列出這七種的營養素 然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右下角 它有寫可以加速恢復373% 還有三個小時內修復21倍 以及肌肉合成86% 那其實這些對我們在健身房運動來講的話 要增肌真的是非常的有幫助 所以也推薦給大家來看一下這款乳青蛋白 外包裝看起來就像這樣 那後面這邊呢 有它的一些成分在裡面 營養素在這上面 那最主要呢 也是因為它的熱量 它的熱量呢 也才107卡而已 然後它的糖分也滿低的 只有0.2克 最主要膳食纖維呢 有1.8克 我們可以在這個含量裡面看得到呢 它只有30克而已 但是裡面卻含有23.6克的高蛋白 所以我覺得呢 這對於健身的人來講的話呢 真的是非常的有幫助 而且最主要是熱量低 糖分又少 那我們打開之後呢 就像這樣 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一個帥哥在上面 那它呢 本身一盒裡面有7包 上面有寫23.6克 那因為它是台灣蜂蜜口味 所以它本身呢 也是黃色的 那後面呢 也有寫它的一些營養素 它的一些成分在裡面 那它本身呢 它的粉末非常的細膩 那我們也來沖泡一下呢 讓大家看一下 來沖泡一下這個 台灣蜂蜜口味的 那一樣呢 也是用大概300多cc的水 然後把它撕開 一撕開呢 可以看到它粉末 非常的細啊 超級細 然後倒出來 一般來講 看到這麼細的粉末呢 基本上都會還蠻好沖泡的 這樣就可以聞得到那個 蜂蜜的香氣 打開 就是有那個 台灣蜂蜜的甜味 但是沒有到非常的死甜 喝起來還蠻滑順 就是那個蜂蜜的香氣 一直都在嘴巴裡面這樣 我覺得還蠻好喝的 然後這個是法國可可 那打開之後呢 一樣可以看到這個帥哥 那它的包裝呢 因為它是法式可可 所以說它的包裝呢 是這種可可的顏色 那接下來呢 也來沖給大家看一下這一款 法國可可 AI的這一款 Protein的這個 法式可可 結果我覺得 這個對我來講的話呢 就是 熱量不會很高 然後它的粉非常的細 超細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這個 這個醃 它這個粉真的很細 你看 基本上呢 是還蠻濃郁融化的 它整個已經融化了 它不用那個 搖搖球就可以整個 都可以把它化開這樣 覺得它溶解方面來講的話呢 就是非常的方便 它有可可的甜味 還蠻香的 只是說呢 它不會到非常的死甜 我覺得喝起來還蠻好喝的 也蠻順口的 就是不像以前我喝的那一些 乳清一樣 那味道真的是 非常的甜 甜到爆那種 主要它的糖分呢 不會非常的高 所以我覺得 運動以前喝起來的時候 對我來講的話呢 就是不會有那麼大的負擔 以前我可能深蹲啊 可能需要休息大概 三到七天的時間 就是比較不會 那麼酸痛這樣 換了這款乳清完之後呢 大概兩天以內呢疲勞感呢 就是比較不會有那麼重的疲勞感 也比較不會全身肌肉那麼酸痛 所以說我覺得這款乳清呢 就是喝起來呢 對於運動的修復能力呢 確實是效果還蠻好的 然後呢 你如果跟我一樣呢 就是選擇乳清呢 是熱量不會太高 糖分呢又很少 對於裡面的營養素呢 以及這一些成分呢 對身體來講非常的有幫助的話呢 那也推薦給你呢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款乳清這樣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了 OK 拜拜